真正低等聪明人 我们真可以称他们为上上根人 哪些人 死心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什么念头都淡掉了 都死掉了 就是一些念佛 生到极乐世界 他真的大圆满 不是自己清真 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 等于清真 而且时间之短 我们无法想象 有一天成就的 有三天成就的 七天成就的 大不了三年成就的 三年成就的 我们看到太多太多 古今中外都看到了 需要三年 在我们一般想 他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 他有亲情放不下 最令人放不下的 就是这种事情 明文立阳 他放下了 念佛人 一般往生的年龄 大概都见到孙子了 儿子放下了 孙子没放下 所以 要拖三年了 什么时候放下 他什么时候就成就了 念古鲁江三年都成就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这个世间发假的 日子得故且故 什么叫真真自闷 一个目标 向臣服之道走 这个人自闷 还会受这个世间 一切影响 这个人不自闷 为什么 他这一生未必成就 虽然欲地远好 都居住 他有障碍 世后欲望 就是障碍的根源 这个东西 有很深很深的吸气 不是简单的 是 无论 零颈 都居过 作词